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如這個圖 一個三角柱 就是說 這個 它的底邊 它是一個三角形 然後側面的話 都是長方形 那這是一個三角柱 這個三角柱它有九個邊 上面的話呢 三個邊 下面三個邊 還有呢 側面 側邊也有三個邊 所以總共有九個邊 它說 有多少條與直線 ACY型 跟直線這個ACY型 那你現在怎麼看 你就看看說 有幾個平面 通過AC 這條直線 有兩個平面 哪兩個平面呢 就這個平面 就是AC AC AC 這個MD 這個平面 通過AC這一點 這樣的話 就已經扣掉什麼呢 這樣的話 這個就 這個就 這個就有幾條那個直線 我們算線段的話 有AC 有那個 CF 還有 DF 跟AD 這樣子 還有另外 哪個平面 它有包括AC 這一點 就底面 底面 就是 ABC ABC所在平面的話 通過AC 這條直線 所以它有什麼呢 它有幾條直線的話 跟AC 共平面的 有幾條直線 跟AC 共平面的 有AV 跟什麼呢 跟那個VC 剛剛那個 AC已經算過了 所以總共多少 總共 123456 有 六個直線 跟AC 它是共平面的 這個不是歪斜線 好 那其他都是 其他的話 都沒有 其他的話 其他都沒有 跟AC 共平面 那現在這裡有六條 那我們曉得 這個九個邊 總共有九個邊 所以是 9-6 所以有三條 有三條的話 沒有跟AC 它是共平面的 我們現在來找找看 有哪三條 就是 就是 就是這個 EV 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 F1 F1 還有哪一個 F1 這一個 這一個 還有什麼 還有這一個 D1 第一 這三條的話 它沒有跟AC 共平面 它是 歪斜線 與AC 它是歪斜線 就是AC 跟其他這三條 是形成歪斜線 所以答案是3 有三條 有三條 跟AC 互相歪斜 所以答案是3 有三條 開燈 有三條 是